日本这一国家,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,时时刻刻都遭受住自然灾害的威胁。 像火山喷发、地震、海啸等极端灾害,经历了太多次的日本人,也已经习以为常了。 据资料统计,在去年全球所有六级以上的地震中,日本一国就贡献了20%,而且不止地震。 海啸和火山爆发的占比,同样也不低。 然而日本如今面临最大的威胁不是地震,也不是海啸和火山,而是海平面上升。 我们都知道,全球的气温正逐年上升,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趋势。 温度的上升会导致冰川融化,从而使得海平面上升。 这对原本国土面积,就不大的日本来说,才是最大的危机。 由于国土和资源不足以支援日本经济的发展,日本不得不开始填海造陆工程。 日本的关西机场,就是这个工程的一个产物。 据了解,为了建造这个机场,日本花了整整120亿美金,投入不少人力物力。 但投入了这么多资源的关西机场,却难以避免沉入水底的命运。 现在的关西机场,已经下沉了12米。 有地质专家指出,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。 不出50年,关西机场就会完全沉入海底,变成水下机场。 日本为了能够保住这个机场,向美国寻求帮助。 日本可能也是想作为大哥的美国,总不能对做小弟的自己见死不救吧。 但出乎日本意料的是,美国还真的就这么做了美国表示自己无能为力。 建议日本去找中国帮忙。 日本方面也是只能照做。 毕竟现在放眼全球,没有一个国家的基建能力是比得上中国的。 不过对于日本的求助,中方明确表示,这忙我们帮不了。